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大千事件 一场趣味横生的脚踏船市井赛 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一座公园举办 吸引20支队伍参赛 数百人前来加油助阵 主办单位号称 这是世界上第一个脚踏船锦标赛 双音响起 三赛者争先恐后跳上船 迫不及待的出发 5月15日 比利时布鲁塞尔近郊的坎布尔之森公园 人生顶沸 公园池堂边聚集了数百名参赛者与观众 参加一场前所未有的脚踏船世界紧交赛 这是一场赛事件 使用选择标赛者赛 有些人在这里为赢得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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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在一起 大家都在这里为赢得很严重 这次有二十支队伍 约两百名选手参加比赛 冰队必须在四个小时内 尽可能划行最多的拳数 有人意识不得要领 分离踩却只是远地踏步 甚至倒退路 还有几艘船出师不利全撞在一起 变成碰碰船 比赛最后一支名为海滩救护队的队伍 已多达四十二圈 17640米的滑行距离获得了第一名 赢得脚踏船是锦赛第一轮赛事 第二轮比赛接着在隔州举行 骨牌游戏的挑战难度 在英国东部的诺里骑士 被推上新高度 期前多个穿过大街小巷的 巨大骨牌顺利全导 为艺术节节目 英国诺里骑士的推骨牌活动 在五月十三日登场 期间多个魂犁土空心砖骨牌 穿过诺里骑士的大街小巷 住家院子和餐厅等地方 大人小孩全都追着地上的骨牌跑 笑声欢呼声此起彼落 为了准备这次骨牌活动 当天上午十点三十分 两百多名志工开始设置骨牌 民众及商家也打开大门 让骨牌可以顺利穿梭在诺里骑士 观言约两公里长 壮观的骨牌活动 做得为诺里骑士居民带来惊喜与欢乐外 因为诺福克和诺里骑艺术节揭开序幕 主办方希望这个活动能帮助社区团结起来 骨牌最后来到诺里骑士的广场 在群众们的欢呼声中 最后一块骨牌顺利倒下 第250件诺布克和诺里骑艺术节正式开始 在阿根廷有一间有百年剧院改建的书店 里面不但有超过十二万本的藏书 而且装饰的富丽堂皇 被誉为世界上最美的书店 圆形的楼层大理石原柱 会有精致壁画的天花板 和设有红色布幕的大舞台 位于阿根廷首都布尔诺斯爱丽丝的 这间雅典人书店 2019年被国家地理杂志评选为 世界上最美的书店 占地约2044平方公尺的书店 原本是一间新建于1919年的剧院 内有可容纳1050名观众 欣赏芭蕾舞 歌剧和源自于阿根廷的 Tango舞蹈等表演 最初是由阿根廷音乐和电影业先驱 格履克斯曼所创设的 当时有大量移民 涌入布尔诺斯爱丽丝 这个大型港口和商业中心 尤其是来自欧洲的移民 这有助于营造丰富的文化和艺术气息 剧院开幕后10年 格履克斯曼将这里改成一家电影院 阿根廷的第一部有声电影 就是在这里放映的 而当这里仍在放映默片时 格履克斯曼会安排Tango交响乐团 在这里进行伴奏 到了2000年 格履克斯曼已经过世大约50年 这栋宏伟的建筑物 被改建成今天的雅典人书店 原来的电影院座椅被拆除 改为数量庞大的书架 而昔日曾有众多艺术家登台的舞台 如今也改成咖啡店 让人可以在阅读之余 也能品尝咖啡的美味 同时欣赏天花板上 由意大利画家奥兰迪所绘制的壁画 以咖啡闻名的钢果 连肥皂都可以用咖啡来做 当地一家妇女合作社 成功开发出咖啡皂 而且相当热卖 为当地妇女创造了收入来源 一块块深咖啡色的肥皂 排列在桌上 一群妇女正忙着包装 以生产咖啡闻名的 钢果民主共和国 现在又多了一款产品 一家妇女合作社 用咖啡制成肥皂 收益大有斩获 合作社创办人卡西里 原来从事通讯业 在一位客户的介绍下 踏进咖啡产业 2018年 她在该国东部 成立了创业集团 为一千五百名妇女和年轻人 创造收入来源 合作社除了免费提供 咖啡树苗给会员外 也会在咖啡豆收成 和加工之后 为会员接通公平贸易 买家的管道 咖啡灶则交由 位于东部不卡五的工厂生产 有100名女性在该工厂工作 然而卡西里表示 运输咖啡豆的道路基础设施薄弱 经常性停电和缺乏资金 是主要问题 如果合作社能得到更多财务支持 就可以做更大的事情 家育同社会 这样一个大家庭 希望第二代能够一起来参与 这样的同乡会 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为了鼓励申育 立陶宛举行了有趣的 推婴儿车大赛 庆祝该城镇成立230周年 吸引许多家庭前往同乐 阳光明媚绿油油的草地上 一排标着号码的娃娃车上面 坐着布偶 各位参赛者正蓄势待发 即将开始一场推婴儿车大赛 要安全且快速地跑完赛道 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不仅要通过闪电型的弯道 还有时不时的高低起伏道路 立陶宛城镇 马里扬伯列 以这场有趣赛事 庆祝城镇成立230周年 同时鼓励生育 最终冠军开心地 拿着手上的金奖牌 为活动画下完美据点 人生病的时候习惯用药物来治疗 不过您知道吗 海豚很可能也有类似的治病妙方哦 根据一项研究显示 印度太平洋宽文海豚 可能懂得利用珊瑚的粘液治病 它们不但会针对不同的患病部位 使用不同的珊瑚和海绵 而且还把这些知识传授给下一代 形成海豚家族的祖传秘方 研究团队成员之一的 瑞士苏黎世大学海洋生物学家 吉尔特纳发现 宽文海豚喜欢成群结队 用身体不同部位去摩擦柳珊瑚 皮革珊瑚和中海绵 把它们分泌的粘液涂在身上 团队把粘液样本化验后发现 粘液内含有超过17种 广泛抗菌功能的代谢化合物 对海豚的皮肤病有舒缓和治疗功能 由于海豚用身体去摩擦东西 也可能纯粹是玩耍或抓养 所以还不能确切证明 它们像类人员和黑猩猩一样 会利用大自然的草药保持健康 但科学家们打算继续长期观察 希望获得更多资料 近日一种罕见的人畜共通传染病 喉豆席决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欧洲 为此世界卫生组织紧急召开会议 世界卫生组织周五召开紧急会议 研究最近爆发的喉豆病毒的传播途径 希望对疫情了解更多 目前欧洲多个国家累计出现超过100例确诊或疑似病例 美国、加拿大和澳洲也都出现了确诊病例 喉豆最先是在猴子身上发现的人畜共患病 和天花病毒属于同一家族 主要发生在中非和南非国家的边远地区热带雨林地带 而此次的病例很少人与非洲旅行有关 不过 喉豆的临床症状较轻 包括发烧、肌肉疼痛、淋巴结肿大 以及出现水痘一样的脾针等 专家认为病例还会继续增加 但不会引起大流行 专家表示 喉豆病毒通过密切接触传播 包括呼吸道飞沫、受污染的衣物等 感染会持续14到21天 通常会自行消失 目前没有特定的疫苗 但世卫组织表示 治愈天花的疫苗对预防喉豆 有85%的效率 滑翔伞是近年来流行的一项高空极限运动 在西非也非常受欢迎 但受疫情影响 加纳的滑翔伞节停办两年 今年终于再度让滑翔伞重返天空 继续安全带从山坡往外跑 乘着风势飞上天空 复活节周末 加纳所都阿克拉以北的宁静小镇 在为期四天的滑翔伞节 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民众共襄胜举 在停办两年之后 今年约有400人报名了与专业载飞员 一同飞行的双人滑翔伞 既由专业的飞行员带领 在高空中普开美景 此外也有数十位飞行员 带着自己的设备独自飞行 新年40岁的奎爷 2006年参加了第二届滑翔伞节 由美国籍飞行员引导 首度翱翔天空 之后他利用两年停办的期间 取得了双人滑翔伞的执照 终于此次滑翔伞节 唯一获得认证的加纳赛飞员 昆爷爷是这次活动中 仅有的四名将那单人滑翔伞飞行员之一 他认为滑翔伞带给了他不同的体验 也改变他的生活 因此希望能有更多人加入滑翔伞的行列 国业希望能够透过帮助其他人飞行 将耐心 平稳和风险评估等原则 传递给不断成长的加纳滑翔伞运动 你看到吗 这样我真的疼 你怎么看起来都没问题了 来啦 用德行天下 劳动者的支撑力 德行天下 奴公健康协定 谈到七起 一般人可能会想到故宫的皇帝御用收藏品 或是高贵精致的日本茶道和料理石器 嘉宜一间美术馆 日前展出石器公牛师身连展 近四百件石器作品 现场还有七起石灰体验 吸引民众参加 把腰果漆涂在业背上 再踏印到杯垫作为图案 运用期的粘性 再撒上金银粉末 绘制装饰 独一无二的七起石灰杯垫作品 就完成了 取材就是大自然的东西 然后这是天然的漆 今天用的是腰果漆 对 我觉得蛮美的 很简单的一个木板 然后可以创造很缤纷的色彩 跟很自然的图案 展场上展出以木头 竹子 蛋壳和陶瓷等 为胎体制作的石器 无论是熏席 水调鸽头或滤精灵 利用石灰技法 创造出兼具传统与现代的实用漆器 他们演习的时间其实并不是很长 但是所有的作品非常的惊讶 天然漆它有无限的可能 都在这一次展览中 全部的呈现出来 不同的材质来做美合 然后做成一个艺术品之类的 也就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会让东西变得更美味 生活变得更有趣 美好的一些传统记忆 或者是说美好的一些事物 我们必须要代代相传 然后透过这样漆器的方式 去把我自己的发想给做出来 以创作葫芦起家的艺术家公牛 本名陈胜辉 后来投入漆器领域 并积极在社区推广 漆器最常应用在生活器皿上 但漆器制作过程繁琐 除了要耐心和细心之外 还得克服生气引起的皮肤过敏 七亿家公牛表示 透过这次石器展 希望让更多人能认识 并爱上这门古老的工艺 也让七亿之美 更融入台湾人的生活 因疫情停办两年的 新竹县龙州锦标赛 今年恢复在端午节当天举办 十七号举行龙州点睛下水仪式 找来国宝级匠师 以玻璃纤维打造五条新龙州 透过镜头一起去看看 拿着毛笔依序在龙州头上和龙尾 轻轻一点 金竹县长杨文科和议长张震荣 共同为龙州赛祈福 清风香池河湖畔 伴随着喧天的鞭炮声 龙州顺利下水 期盼迈入第十七年的龙州锦标赛 能圆满顺利 新竹县政府跟乡公所 总共花了将近八百万 买了五条新的龙州 还有一些活动的经费 头上一对白色的角 搭配红色的船身 今年新竹县龙州总长度 十三点六公尺 可搭赛二十三人 属于大型龙州 由荣获文化部列策 传统建筑大幕座匠师 洪泉瑞设计制作 他说要做出漂亮的龙州 设计制图是关键 各县市比赛的龙州造型和颜色 都不尽相同 匠师洪泉瑞说龙头神态凶猛或面容慈祥 就是用眼神和漏牙来表现 端午赛龙州是很受欢迎的民俗活动 新竹县长杨文科也表示 不会因为疫情而什么事情都不做 只要按照规定做好防疫措施 是没有问题的 端午节就要到了 端午节一到天气将开始延热 各种害虫也将出现 自古旧有记载 民众为了驱虫驱毒 会在身上佩戴一个装有香料的香包 辟邪驱温 桃园有社区大学讲师 带着医护学校学生认识中草药 未来将进入社区 提供长辈认识中草药 及进行香包实作 中国传统习俗 在端午节在身上佩戴装满中草药香包 相传有辟邪驱温之意 中药拥有安全与养生讲师 郑雅云表示 早期在中西医不发达的台湾 新民们常用中草药来照护自己 在早期来说 不一定只有端午节 就是刚才讲的 有人出门在外 父母对孩子的一个爱心 希望他能够一路平安 所以也会就是 就是取这个香包袋上面 都会秀了一些平安 福气 或者像御守健康 都是祈福的一个效果 像艾草 还有闽南语讲买草 就是客家人讲买草 还有一些像葡萄叶 这些都有辟邪 郑雅云表示 丹午节香包一般有 艾草 莫草 芙蓉叶 薄荷 香茅 紫苏 白菊等几种天然的草药 装入香包袋中 就可以佩戴在身上 很多香料组合在一起 味道还挺好闻的 不会觉得混杂那种味道 反正就是很清新 然后也挺帮助睡眠 然后还能虚闻 好好玩 大家过得过好干净 一种安慰 疗愈的一个作用 对 闻那味道 你会舒服 刺激到 让我们大脑神经 让我们感觉到能够安定 尤其像疫情严重 现在大家有点恐慌 有点甚至于焦虑了 其实这香包 就是让我们有点 安定我们的神经的一个效果 郑雅云表示 中草药材不只可以用来养生治病 入菜食疗 还可以熏香或是沐浴 也能透过佩戴中草药香包 经呼吸道吸收达到调养生心 预防病虫害以及祈福求平安的效果 加一市捏胚狐学会 日前在加一九华山 举办2022手捏狐创作展 展出48位学员的120件作品 吸引艺文爱好者前往观赏 一支支造型独特的手捏紫砂狐作品 创作者以手捏技法 结合艺术性及使用性概念 每把虎纽各具创意巧思 有刻画飞龙 老虎等动物造型 亦有太极或线条图腾的茶壶 尤其是机甲壶系列作品 更是吸睛 哇 这个真的是很惊艳的作品 每一件作品都是独一无二 生活的题材 融入到茶壶 这样让泡茶比较有趣味性 压力大的时候 做茶壶真的可以让人家心平静下来 转移我们的注意力这样子 可以把这个记忆 手捏的记忆 传承到全省各地去 让人家信仰到这个沙湖之美 从事手捏壶艺术创作 教学近二十年的陶艺家林春辉 头里满天下 五年前 儿子林洪哲继续接棒 专称古老的传统技法 捏培车胎制作茶壶 每件作品可说是兼具艺术与实用性 有点像坦克车 但有点像机器人的概念 它的头是可以这样 像机器人这样转动的 很有趣 湖身的部分有带一些镂空的做法 会比较困难一些 每一个茶壶的造型都非常的多样化 非常的具有个人的风格 它是个有红切面的 所以它每一笔 每一刀的理光 都要非常的小心 非常的用心 所以这个茶壶非常的特别 有别于手拉杯茶壶的简单与快速 手捏壶多了份技巧与耐心 通过这次的手捏壶创作展 让民众深入体验手作逃逸的温润美感 大千世界陪您全家人一起长知识 何家欢找创意 我是雨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